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 時政評論員巡視 在《大紀元新聞網》發表的文章 前總理李克強撤死 正應驗了亂世經典名言 不知到明天和意外到底哪個先來 這個意外 令本意動蕩不安的中共政權 更加變幻莫測遙遇欲罪 目前最悲痛的應該是李克強的家眷 但是黨性絕對是大於人性 真正的情緒恐怕永遠不會被外界捕捉到 一些黨內改良派 為此大談可惜 民間韭菜則自發悼念 令中共一眾高層被感寒蟬 而真正感到勒手和緊張 應該就屬中共當局莫屬了 李克強撤死的真相 已經成為中共最高當局面臨外界輿論壓力的焦點問題 中共歷史上 政國級領導人及高層突然意外身亡的例子 比比皆時 接班人劉少奇 2號人物林彪 前總書記胡耀邦 前公安部長李鎮 上將嚴鴻燕 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林等等 每一個人物的死亡背後都隱藏了 中共高層權鬥史中不可告人的陰暗秘密 對中共的偵探也都產生了具有殺傷力的影響 順著中共高層你死我活的權鬥邏輯 如果說要將李克強的撤死 結合死亡前後的種種謎團 將真相歸結於中共最高層所設的局 似乎是順理成章 而且符合民心所想的一種當然推測 不過中共最高當局 是不是直接撤局搞定李克強呢? 畢者認為可能性不大 主要原因是動機不足 負面政治效應應該還遠超政治收益 動機不足其實就是必要性不足 李克強是團派代表人物 團派在中共體制內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位 是一個歷史過程的產物 本身政治生命週期並不長 二十大後基本就昔眉了 另一點是中共高層死亡 向來都不會這麼快公佈 等一切政治考量判算好協調好 將各方紛爭平衡到位 或者成熟之後 再選擇一個最有利於中共內部 向外界展示團結和和平的假象的時間點 才將它公佈出來 再舉行葬禮 而李克強絕死幾個小時之後 先發通告 之後公佈附告 中共當局這次為什麼會這麼急速 不合常態 一個合理的推測是 事件出乎當局意料之外 為了釐清關係 必須先行公開李克強死訊 如果按常規操作 夜長夢多 傳聞會更多 最後高層就真是跳進黃河 多少次都洗不清了 在李克強心臟病突發後的救治過程中 存不存在人為的干預救治 或消極救治的因素呢 網上很多這樣的討論 不少人由此也將死因歸咎最高當局的直擊殺人 間接謀殺 外界並不瞭解李克強10月26日病發及救治前後的真實情況 日前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兩位消息人士向《南華早報》表示 李克強此前接受過冠狀動物妖道手術 也就是說李克強是確實有心臟病史的 中共肯定是有一個既定的決策機制 操作方案和規定 這個機制和操作程序 本身是否高效 由誰來決策 決策人的應急判斷是怎樣 執行人的領悟和反應 以及突發現場和周邊的醫療資源等等 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到救治的效果 從這個角度來說 不可否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 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了 中共官方在對待李克強死亡報道 報告的規格處理上 也令外界大跌眼鏡 明顯是處於被壓制狀態 這個似乎 也成為了陰謀論的證據之一 習近平和李克強不合 人盡皆知 現任的第二把交椅李強出國 也只坐包機不坐專機 將而是台下人物的李克強死信 降級規格處理 也仍是在情理之中 林林總總關於李克強撤死 謎團的確很多 這個正好就是中共黑歷史的常態 但由此而推測 李克強死於最高領導人的謀害 仍然是缺乏證據 內在邏輯上說不通 中共目前經濟下行民不療身 政壇醜聞不斷 內外交困 李克強之死 由於屋樓偏逢連夜雨 他產生政治效應 雖然難以和四五運動和八九六四相比 但也不可以看少 這個也是當局為什麼壓制民間調現的根本原因 反觀李克強的一身和命運遭遇 令到體制內替中共賣命的技術官僚們 敲響了一個警號 跟著中共走 碎居人神中最高的官衛 最終的命運 也逃不過悲慘淒涼的下場 根據網上諸多北大校友 和體制內人士讚民回憶 李克強1977年恢復高考後 成為第一批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 那時的李克強 封華政謀 財華還日 正通英文和日文 崇尚英國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思想 有國有民 大有民國才子風範 中共體制就是一個大染缸 只要你想在體制內搞一官半職 就必須放棄人性而灌輸黨性 小心謹慎 逢迎賞義 按照中共設定的遊戲規則 出賣人格與自由意志 據李克強北大校友元紅兵披露 李克強在8964後 曾痛罵當時的學生運動為一場動亂 強烈支持中共血洗天安門的反人類罪行 李克強1998年至2004年主政河南省 之後三年時間出任遼寧省委書記 期間正值中共迫害法輪功最為嚴重時期 河南和遼寧都屬於迫害重災區 作為一方百姓父母官 面對江澤民和中共舉起屠刀 殺陸信仰真善忍的善男信女 也未見李克強有過為民請命 這是李克強個人的悲哀 更是中共體制扭曲人性的見證 近十年來 李克強出任兩屆國務院總理 雖貴為二號人物 但他的權力被中共邊緣化 他的政治抱負與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理念 得不到施展 最終屈屈劃寬 這個並不能逆轉李克強最終的命運 中共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尚有蘇醒良知與人性的人 據李克強北大校有錢中宣部理論局 副局長李洪林支持李小民回憶 北大時期的李克強 喜歡聽貝多芬交響曲 讚嘆簡直就是為我寫的 當年如此追求自由意志 感嘆人身美好 命運宏偉的風華青年 在經歷了中共體制 高官風光和權力殘酷之後 內心是否真的認知了中共的醜惡 精神上是否真的回歸了對人性的關懷與渴望呢? 外界不得而知 李克強之死所引發的輿論效應 形成了強大民意 無疑是對中共政權的一次強烈衝擊 經過這件事件 中共上下群臣失色 黨國失策、政權失信 但歷史的車輪卻未曾失聚 顯然 天滅中共的時刻也越走越近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以及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感謝。 感謝。 明信 感謝。 感謝。